主席苏院长 还有各位立委先进 还有各位媒体的朋友 大家早安 最近高雄发生学童在进行体能测试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心理不整的关系 而造成身体感到不适 虽然学校在第一时间之内叫着救护车 但是送到医院之后 经过急救后宣告不治 这是一个非常惋惜的事情 而这个新闻也提醒了本席 来关注全国各中小学有关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占器的一个设置 那AED我们简称傻瓜电极器 过去来说它可以算是一个 携带非常的轻巧 而且可以在紧急的时间发生作用的一个装置 目前全世界的欧国家都会规定 在公共场所里面都应该要设置AED的电极器 那本会的第八会期 所有的委员也跟卫生福利部 共同的通过了医疗紧急救护法的第十四之一 跟十四之二的修正条文 要求我们全国的各公共场所都应该设置这样的一个设施 这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 但是我们发现它所规定的公共场所 有关于学校的范围却是仅限在于高中学校以上 那这个部分里面呢对于中小学而言呢 就要看各县市的机关首长 他们对于这样紧急设施的一个认知 还有是否有企业来做一个捐赠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需要很多需要不要检讨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像是台中市呢 它在前年的时候呢 就是全校校都有AED的设施 而且要求老师都来做过经济训练 这可以算是落实的最详实的 而在基隆市呢 也达到了校校都有AED 而对于我们台北的首胜之区 虽然它也鼓励各校都要来设置 但是呢它却没有经费的补助 由各自学校的自力救济 那对于一些县市呢 这个裁员比较学区的 像是苗栗县 他们呢就是因为经济的发展 所以以至于呢在过去的时候呢 几乎就把这个租赁的这个AED的器材 全部的撤除 这所以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呢本席在此就要呼吁 教育部跟卫生福利部 应该协助全民来增强 对于AED这样的使用跟宣传 更是要设置这样的仪器 救灾的器材不能缺 救灾的经费不能省 我们举个例子 像本席所在的立法院 包括台中办公室 以及外馆就有18台 这是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的 所以呢我们还是强烈的要求 透过这样AED器材的一个设置 让我们全民的小朋友 都能够到最妥善的照顾 但是我们也即兴地呼吁 希望各企业界呢 本持爱心 能够多多捐赠 让我们一同来守护 全国的中小学的学童 非常谢谢 谢谢柯委员 现在请林委员立禅花园 谢谢大家 Dave